我們今天來到這家起司店呢 巴黎人非常喜歡來的起司店 然後我們要吃各式各樣的法國的起司 然後配法國的起司 嗨大家好 我是Celia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我今天跟Wendy來到巴黎的一家起司店 那這間起司店老闆Pierre 會跟我們分享葡萄酒搭配起司的一些小秘訣 說此之外我也非常好奇 法國人是不是真的那麼喜歡起司 還有他們家裡 是不是真的都會把這麼多的秘訣呢 你每天吃飯都吃飯嗎 對 普通常是 對 多少飯都吃飯在你的烤箱 喔 常常 3-4 3-4 3-4 每天 對 我朋友喜歡飯 我喜歡飯 你每天吃飯都吃飯嗎 對 我每天吃飯都吃飯 在廚房裡 我餐過四餐廳 四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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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餐廳 好餐廳 十二餐廳 你十五餐廳 十二餐廳 你吃了這個餐廳 7室 第よね erect 我认为你们吃 sympa Low-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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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要更難多多點衣物 很多品質 ком��터不很油w 不可以沉口, 不賈chen 但是不美 日本食品 Из皮心 寸泡 如果您有1L的奶 您有大概85-90%的水 有很多浮沫 有很多褐蟹 它很快活動 所以奶會轉動 因此奶是熟的 不夠膩 我們不能保持太多 為什麼我們要吃麵糰? 為了保持奶 Pier又陸續跟我們分享了 法國各種各樣的起司 我才發現原來法國真的有很多種起司 既然如此 如果搭配葡萄酒 應該也會非常有趣 那我們現在就要開始令人期待品嘗時間 如果有煙和牛肉都沒有沒辦法 而且是驚喜的 這不是很驚喜的 所以你的煙和牛肉 會不會動性 所以當我們要求有酬 我們找到別人的霉 我們會比較容易找到 Obtaniki 它会比较稳定的一种比较稳定的 它是很厉害的 非常 fruit 这种香菇的香菇 很高的香菇 我第一次觉得有很多巧克力的煎和巧克力的味道 因为巧克力就这么出来了 我可以做一些烤鱼的味道 所以我们有很多巧克力的味道 我们可以做一些烤鱼的味道 你要注意到每个人的鱼的鱼的鱼 和一部分鱼的鱼的鱼 所以鱼的鱼的鱼的鱼 我可以做这个 我可以做这个 我请你来吃两个鱼的鱼 然后鱼的鱼的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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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鱼的鱼 所以我们要做鱼的鱼 这个比较鱼的鱼 鱼的鱼的鱼 鱼的鱼的鱼 有有有 鱼鱼的鱼 搬回去中间变成那个鱼的鱼 鱼的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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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的鱼鱼 然后现在打酒之后就是奶味 真的是非常的经验 一个起司比较这么多的 那个特质 真的没有想到 就是你习惯什么样的想 他就会从嘴巴的感觉 去迷连到你的记忆口味 就会拿出来说 没有什么味道 我们两个是觉得不买 太重人了 对 没什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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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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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 品了一系列的酒 然后吃了各式量的起司 我觉得非常的精彩 那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 谢谢我的频道 还有我的频道 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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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